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5架好意斗 另外又会解答读者的问题 喂 你见过一个车的羊咩咩味呢? 很难说的 你觉得一架电动车由英国驾驶要多久? 还有 电池够了的电池能不能换呢? 其实今周还试了一架Hunday Ioniq Plug-in 不过试车的过程不太好 但也和大家说吧 首先我想回答网友的提问 有位人就问我 男工夫人! 不好意思 请问师兄如果我想买一架 Pug-in Hybrid 有用电又用油那一架 又或者纯EV 2-1 要怎样选择? 他说暂时看了MG HS的Pug-in Hybrid 和全电动EZS 应该能行270米 他问由Northinham去Hithro 伦敦机场说这 如纯EV也要不需要 经过Google网上 大约128米 如果是M1多数是M1 不会是M40 其实来回的纯电车 你走得不快的话 就差不多 大约20米 不過你要記住,冬天會減到大約20% 其實中間一個快叉也很快 我猜你應該會做接送 如果是的話,我建議你去Nottingham出發 去到Heathro之前,先插一個短叉 插爆了它,然後大部分270公里 你滿了之後,你去哪裡都可以 另外,有一位網友說 關於天朝造車等等 我也想你再說一次 其實我也想,鬼叫我都不是的家城 我也沒有兩層太古城賣在漁村 拿到英國這裡有很多錢 雖然知道,Tesla這裡是超級貴的 我也知道Tesla是非常好的車 不過也沒有提及,Model Y也是天朝造的 很難避免的東西 其實有些東西我們自己心裡知道 用它,不是表示贊同它 至於那句,如果我不夠錢買的話 是否批評的人,它先給它 好了,再說回另一個問題 它問我,有什麼要注意 其實我覺得有幾個東西在英國開車 第一,就是這裏的太陽是篩斜得很厲害的 不是篩斜的,是1點鐘、2點鐘 已經是殘忍到你什麼都看不到 另外,晚上那裏,有魚就真的優於 有很多地方都是在小路 有很多街燈的地方 對頭車就會很殘忍的 可能我們的聽眾多數都有散光 記住,如果你來之前 在漁村裡配定 因為這裏的配線景 非常之...挺耐廈的 只排那個現晚 我們排過幾兩個星期都可以 另外,這裏的駕駛 真的相當有禮貌 同一時間,所以反過來 你也要有禮貌 還有,要給一點點耐性 小路出大路 大路不一定大 如果你覺得你的交通情況去開的話 你是可以讓小路出車的 因為他可能會頂住後面的車 又或者他平時是很難才能出到那個位 那你覺得你後面沒有什麼車頂住 你就可以讓他走回 又或者前面的車反正正在塞 你不如讓人家吧 還有,英國的生活真的沒有那麼急速 所以很多情況之下 如果不趕的話 讓人家,沒有錯的 禮多日不怪 第一個介紹什麼呢? 就說說一個輪胎的綿羊 現在你看到這個綿羊不是一格普通的綿羊 它是一個輪胎的綿羊 其實它主要是用電動平衡車 然後製造一個蓋子 這間公司換氣十足 例如說,傢俬改到 就像你看到的綿羊仔 或者是汽車一樣 你喜歡這些東西嗎? 我就非常喜歡了 不過可能有些人會說不等水 但為何一定要等水呢? 說回這個車 其實你看到很多零件都是假狗 因為它沒有加速 也不會有什麼 加速也是用平衡車的原理 所以就是向前、向後拉 至於玩方面 其實學習應該不會太困難 如果你認識那個電動平衡車的話 你很快會上手 當然,如果你覺得單路難玩的話 你可以買這個雙路版 即是普通小米的平衡車 其實就是用小米的外殼 價錢方面很奇怪 這間公司可能當它是藝術品 沒有價錢 我也不敢問它的價錢 如果你自問你在漁村賣了兩層太古城 買完的Tesla 還有錢的話 不如用這些冤枉錢 其實是令自己開心很多的 其實你們真是問心想想 在漁村的時候已經扮起臉了 來到這裡當然是做一些開開心心的事情 不過小心點 玩這些的時候 記得去一些郊野公園或者沒有人的地方 因為這些暫時在英國還未合法 不過這樣 我在街上其實也見不少這類 你問我英國警方是否拉這些 拉得很嚴 我就不太覺得 不過又說一句 不要影響到其他人的話 我覺得玩一下這些真的無妨 不要太過道德狂上身 不知道大家還記得不可以跟你們說 上個星期我不是說 其實我也有想過做這些延伸 原來北歐有個小朋友 幾年前 幾年前 他已經做了那些 我又說一句 為何外國那麼多小朋友 會在一些科學家大國之後 當然是 就是因為他小時候 父母很鼓勵他們做了這些 這麼有趣的改動 而不是叫他逼他們學一些 鋼琴小提琴這些東西 其實我覺得鋼琴小提琴這些 如果你真的有心學的話 沒問題的 但如果小朋友 根本就像這個一樣 想要搞這些工程 那你就讓他自己沉醉於這些世界 不要逼他們 一定做一些你自己想做的事情 記住 童年只得一個 不如你問問你們的小朋友 有誰懂得像這個小朋友 拿這個電鑽來搞來搞去 包括我自己那些都不懂 不要緊 來到英國 重新開始 很多人都會問 舊的電池 當然是汽車電池 如何處理 尤其是電EV 這麼多粒電 我今天看了一個網站 不是今天 幾日前 有一個叫Fully Charged 由於版權問題 我不要去播個影片 那這架 你看到的一架 2010年的日產Leaf 它的電已經打了齊 於是他聯絡了一間荷蘭公司 通常這些公司就會在網上 跟你做一個conference 了解你的車的情況 然後他就打了一架 大約他這架 換這架電 大概用了兩千多磅 我覺得還可以 而他的車子最後的電池數 是41kWh 手術後 相當成功 他還可以在不同地方充電 一切正常 他還把車子從荷蘭開到英國 沿途沒事 可能有些環保的人會問 舊電怎麼處理 你放心 這間公司有一個地方 把舊電池放在一個地方集中 然後再利用這些電 去做一些另類不同的電力供應 當然 怎麼處理我當然不知道 電池的東西 我認識條鐵嗎? 喂 你有沒有想過 由英國開車過法國呢? 這位叔叔在四點多早上開車 就開到Dova 然後隧道就過法國了 當然事前要做很多手續的 就一定要是 例如Passport 你的車點過去 在美國之前 他就去過充電硬充電 當然因為他用的是Tesla 所以快充是非常之快 我所知現在Tesla 好像是Tesla 去到250W 那麼快 又是那句 有錢當然是買Tesla 為什麼買Tesla 因為它賣得夠多 所以技術相對成熟 還有就是它的電腦 定時會與你更新 還有它的自動駕駛 我朋友駕駛說 好到不得之了 唯一不好處就是在英國 不知道為什麼 賣得很貴很貴 以一輛Model Y為例 漁川可以賣三十多萬 但在英國起碼五十多萬 我講講漁川幣 相信剛才大家都看到 其實它是乘搭這輛隧道火車 過法國境 而這次它整個行程 大約是769公里 又是那句 如果去到這麼長的公路 有一個電腦的自動駕駛 或者叫輔助駕駛 即使你車子在線中間 和前車保持一定距離 你駕駛得輕鬆超級多 給大家一些數字 我看它大約差了 三次電 它用了68英鎊 足足比汽油車便宜了一倍以上 另外由於它沒有公佈它用了多少時間 我從它早上4時半出發 到晚上開到目的地的時候 天空都還未上天 我猜十多小時左右 因為欧洲日常夜短 在夏天的時候 另外如果你不是特斯拉的車主 不用擔心 因为他说沿途也见不少 尤其是在欧洲那边 我说在欧洲大陆那边 有很多非Tesla的叉车 例如Ionic等等 非常多的 不需要太担心 尤其是上到北欧的地方 超级多其他不同的叉电 因为人家的电池是超级超级好 接着出场的就是五大EB 第一个出场 这一辆叫Rodbyte公路车 这辆叫Ripple Endurance SLE 它的卖点 通常这些公路车最重要是什么 轻轻 非常之轻 只有26.5磅 而它和街车其实真的没什么分别 它用车架叫T80-T100 无论我真不知是什么 CARBON 认识单车的人 你应该知道什么事 我不是踩开专业车的人 所以不要问我这些是什么模型 我纯粹是一条电子轮 给你一些有用的数据 摩打是250磅 而电是250Wh 估计它的续行它没有写 因为20毫米左右 而重量是26.5磅 很轻 价钱是3300磅 以这些公路这么英俊的车来说 真的一点都不贵 我有个朋友买这些不是电的 都要十几二十万一架 当然它有什么细节上的分别 我不太清楚 不如说说英国的电动单车 摩打是不可以power大过250磅 今天的车除了一架之外 其余全部都是通过的 另外就是说 速度不能比15.5mm 不过这个有些伤感 我踩慢一点就可以了 另外就是说 一定要有两个车或以上 所以刚才我给你看的单车 为什么不合法呢 不过这样 我亦觉得很快都会通过这些法例 接着出场的是 Turbo Clio SL Chrome Carbon EVO 8244 这里告诉你 做这些节目我最难读这些名字 上到这个磅 它的config也不会太差 马达是240L的合法 而电是320L 它的续航是81Miles 只是官方说的 重量比较重的 26.9磅 而它的售价是5750元 其实已经不贵了 本来我看了它有一个版本是10万 不过突然我上去网站 就看到它有这一架便宜一点的版本 其实大家下面我有连结 如果你想买的话 下底下 怎样啊?是不是心秃秃? 嗯,我的是魔鬼来的 不过说真的 哪位网友如果真的买了的话 麻烦可以借我踩一下 因为我真的未踩过这些路线 好,第三个出场 就是Kinis的Live 应该读Live Equipped Hybrid 说明Hybrid 即是可以比较市区 或者有少少烂路 或者好像爬山车 好像我哥哥那样 又说回它基本的数字 摩打250Lm 电都是250Lm 续航去到75km 重量是36磅 已经算轻了 我那一架是50多磅 而它的售价是2300磅 我觉得真的中规中矩 这架车还可以 又是那句 网站在下面 如果要买的话 自己踩下去吧 接着出场 这架叫Review Hybrid ALE 又是一个Hybrid 同样也是第一个介绍Review厂 而这架不是走街车路线 而是走着越野又搭 走着什么都行 而这架车给你们看 亦是250M 250Lm 电 续航去到60km 重量相当理想 28.8磅 而售价是2229磅 这架车我自己相当之喜欢 我随时有机会都会换这架 作为市区代步 一流到爆 最紧要是够轻 最后出场的是Rise 1UP的Rollstep V2 这架车很有趣 我在网络上找不到他的 怪兽的视频 只有安装的视频 不过也不要紧 谈谈一下这架车的感觉 它的马达是350W 没错了 超过了英国的上限 不过 上次我曾经在街道和一些电车吹水油 当然是单车 他问他 喂 究竟你的车多少W 他说 大过了 你不怕吗 谁在乎 嗯 谢谢 好了 电量是250M 续航30M 重量重一点 32磅 而售价 这个就在英国暂时买卖 是1029美金 是不是很划算呢 由于这架车 是没有波的 只有一个 所以就相当简单 而在美国 是超级受欢迎的 如果有美国朋友 可以寄东西过来 话说我知道 我都想弄一架 为什么叫试驾车 叫苦果呢 话说那天 本来约在 就想看那架 Pruk-In Hybrid 但他给了一架 普通的Hybrid 我已经非常生气了 而且那天非常冷 你看到 很多雪铺在表面上 他就硬要我试这架 其实我真的想试试一架 Pruk-In 给大家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我介绍太多EV 而EV 有很多人都担心 没有油 怎么办 没有电池怎么办 因为Pruk-In 正正就是两者之间 你如果真的没有电池 就可以进入油 而最重要的是 如果你继续 其实这架车 据闻说 能行到30公里 只用电池 有多一点点 这架车 其实正正的对手 就是丰田的Prius 丰田的Prius 我自己在当时租车 链了整个星期 在北海道 我非常满意 如果你问我 内里的造工 我觉得Prius是优胜的 不过他胜在便宜 比Prius 少少的 至于多少钱 我真的没有找 因为我真的没有什么 兴趣 刚才你看到我 我一直指着出风位 他就说贵的版本是有充电的 而这里也有个手枕给你们 到车尾那里 中规中矩 这架车尾竟然是有 是备胎的 至于它的车尾空间多少 我真的没有心急去找 而在现场问销售 它是说不知道的 顺便一提 不只是它 英国很多销售 Prius 都是对那些车的数字 真的不是很清楚 在渔村不同 渔村起码 你问它的基本 它是知道的 而这里 连问价钱 他们都会回来看 这些售价很厉害 所以其实很多渔村来的人 真的不用担心 我们的对手 其实真的不是那么厉害 为什么渔村人 经常被人说 是全世界最聪明的群组 起码头三名 是有原因的 再加上我们做事的勤力 和那种肯变通 也算是一股死牛径 好了 不要说太多了 它有个副驾驶座位 给大家看看 正如我刚才所说 普通的设定 是一个拳头位 不是太多 前面的用料 我觉得真的可以了 老实说 如果和Prius 比的话 我就喜欢Prius 里面的 那种科技感 比这一架 这架说真的 里面的布局真的挺老 这架毕竟有几年的历史 虽然Prius 更久 但这次Prius 赢了一仗 另外说回为什么 这次很沮丧的试驶车 除了它说 给不了那架 第二就是 当我知道 它知道我不会买这架车的时候 态度立即改变了 就是想赶我走 我觉得也挺不舒服的 而更重要的就是 铁开EV 的我 不好意思 镜头比较遥防的 现在铁开这些油车 说真的 真的很不习惯 现在已经习惯了 铁开电动车 尤其是起步的时候 没太多力 不是不喜欢的 忍不住 所以这次的所谓的试驶车 我真的没什么试过 而更令我沮丧的是什么呢 我发觉用这种假扮买车 然后试驶车的方式 已经不太行 因为其实它们真的会 挺死前难打 我都说明了 我不是只看没买的 我其实在两个星期前 已经自己买了一架全新车 因为我想试驶车 然后回来给老婆说 你本来说试试试 想着拍摄而已 结果你买了 接下来我都没有这个借口了 也不想用这些价格太多了 我发觉可能我的朵 已经在我家一带 或者附近的车行出名了 因为你知道 其实黄皮肤的人不算太多 希望大家体谅一下 以后我尽量会上网 找回不同的资料 跟大家去做测试 所谓测试吧 但你放心 我保证我会看多几个才会跟大家说 我不会只看一两条视频 就会点资你们买的 还有我都会做很多不同的研究 多谢有位网友已经上网时 就告诉我 他说会帮我一起做资料 在这里就再三多谢这位网友 今集的EV快讯车路士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如果我做得 你觉得都认同这条死废佬 说的话 或者都可怜下我 做很多时间的手集 还有制作 日记这一集快了一点 给我一只手指 告诉我你喜欢这个节目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